原标题 太子李建成想要谋反败露后 李渊为何没有处死他 历史刘老师原创 非授权 人尽转载 用一句最简单直接的话来说 太子李建成最后之所以走到和弟弟李世民火拼 主要是他心理压力太大 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大家知道 太子李建成虽然也能够领兵打仗 但相对于弟弟 秦王李世民来说 对于大唐王朝的功勋 那可不是一个当次 可以这么说 大唐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 秦王李世民的功勋 几乎占据了一大半 唐朝建立的最初几年 因为需要平定四方割据势力 太子李建成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压力有多大 但是随着王朝统一步伐的加速 秦王李世民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大 以至于让身为太子的李建成找不到应有的自信 总感觉自己的太子之位 早晚都会成为秦王李世民的囊中之物 危机感日益加剧的李建成 不得不有所行动 来保住自己的太子之 于是 在武德八年的时候 李建成利用自己的关系网 在京城长安城中 招募了两千多名地痞恶霸 并把他们集结起来 发给他们钱财和兵家 成为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历朝历代 为了保护皇太子的安全 皇家都专门为皇太子组建了一支卫队 而这支独立于皇家卫队之外的私人武装 因为他们驻守在长林门而被称为长林兵 如果说太子的卫队还会亲命于皇家的话 那么老李建成的这支两千多人的长林兵 则完全听从他一个人的命令 是他个人的真正私人武装 与此同时 心中依旧没有满足的李建成 还私下里让地方官员 庆州总管阳门干 在庆州为自己挑选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等待时机成熟之时 就把他们送到京城来 以为自己所用 不久之后 李建成所等待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唐高队李愿到距离京城百里外的行宫去游玩 让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 主持朝政 于是不愿错过如此良机的李建成 当即派人告诉庆州总管阳门干 让他把已经招募的那批心壮年 悄悄送到京城 与此同时 李建成又强制命令狼江尔诸唤 校尾乔公山 把府库中所存放的大量武器 铠甲运送到沁州 发放给那些并非正规军的青壮年 半路之上 狼江尔诸唤 校尾乔公山越想越不对 认为太子李建成辞举异常 有谋反的意图 于是 他们顾不上休息 连夜赶到了唐高祖李渊所在的兴功 把太子李建成的这一异常行为 如实上报给了唐高祖李渊 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世民不合 这一点李渊心中早就清楚 但是 如果说太子为了想要早日登上黄里而杀死自己 这是李渊这个作为皇帝所不能够接受的 有些东西我不给 你不要抢 于是 愤怒的李渊 以其他事情为借口 第一时间把太子李建成召到了行宫 进行询问高祖托异他事 手照追建成一行在所 在李渊的振振痛骂声中 太子李建成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一个点的叩头谢罪 几乎哭死在地上 建成叩头谢罪 奋身自投于他 极致于决 到了晚上 李渊下令把太子李建成软禁在行宫的一座宫殿中 而庆州总管杨文干在得知太子被软禁的消息后 选择了起兵谋反 因为在他看来 此时此刻 犯也是死 不凡也是死 不如拼上一回 但是 他面对的是唐军最强大的统帅 秦王李世民 于是 没过几天 杨文干就被李世民的大军所杀 而太子李建成 又因为李源吉和随行的其他妃嫔的求情 而被无罪释放 重新回京主持朝政 可以怎么说 太子李建成之所以能够再谋反证据 已经坐实的情况下 还可以无罪释放 除了祈祷与为他苦苦求情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唐高祖李源懦弱的性格 无法做过果断的绝顶 而这 最终酿成了玄武门之变的发生 以至于自己被赶下历史的舞台 参考史料 就唐书李建成专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